哈喽,大家好,我是慕祖,这是那个只说真话的美妆博主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久违的妆教 因为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化妆技术真的是超级没有自信 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喊我都不出妆容教程 不管,先把这个台阶招号 但是我但凡只要出妆教,那这个技巧绝对是非常实用 而且非常好学的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我脸上这一个非常透亮的底妆教程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脸上化的妆,其实妆面非常的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你们仔细观察我脸上这个底妆 哎,哎,昨天新做了指甲,欣赏一下 这个底妆真的超漂亮 就你们知道我算是一个轻度的瑕疵皮 脸颊两边的痘印和斑非常的多 这个妆化完之后,我所有的瑕疵都被遮得干干净净 但同时又特别的轻薄透亮 就会给人感觉你好像只是薄薄的铺了一层 没什么遮瑕力的粉底 皮肤的质感也很好 就是一点粉感都没有 凑到死亡距离都没有卡粉 老实说就我皮肤的底子化成这样 我前两天就是化着这个底妆出去做指甲的 他那天就一直感叹说 天哪,你现在的皮肤真的是好好哦 你说一天但凡听个两边像这样的话 什么烦恼都没了嘛 就我觉得对于瑕疵皮来说吧 瑕疵遮干净真的不需要什么技巧 也没有什么难度 无非就是往后里盖你 你干个十层分裂,十层遮瑕 还有啥遮不住的 别说脸上都痘了斑了 就是连鼻孔都能给你磨没了 但今天这个底妆呢 它追求的就是保留高遮瑕度的同时 一定要做到极致的透亮 而且这整体的底妆特别有光子度 但是一点都不会显得油腻 好,如果你对我脸上这个底妆感兴趣的话 那你就接着往下看吧 但是如果对这个底妆不感兴趣的话 那你就站出来让我看看是谁 变回素颜 我现在这个素颜是已经做好了妆前护肤的 首先呢 底妆的第一步就是妆前打底是一定要用的 因为我现在整体的妆容里面 就是很在意这个底妆的精致程度 好的妆前打底是可以帮助你底妆整个上一个台阶 我用的是这一款妆前乳 我不知道怎么念 它是一个防过敏的矿物质妆前乳 主打说不会堵塞毛孔 而且就算是一个重度敏感肌 都可以放心用,不会过敏 之前这个牌子的高光很火 但是我没买 这个妆前乳有一点像是那种超级自然的液体高光 它很细很细 我涂在手背上给你们试一下 它的质地就像乳液一样 没有增白的效果 但是它会让你的皮肤很亮 在它上面上完的底妆 皮肤就超级漂亮 就是自带主角光环的那种 而且很心机 就是别人问你 为什么你的脸这么透亮呢 好像在发光 你还要说 是吗 这款它就是很适合干皮 如果你是一个本身皮肤处油比较厉害的人 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重点来了 上完妆前之后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比较严重的黑眼圈问题呢 我们先要在底妆之前先把黑眼圈给遮掉 我用的还是Jerlin的这个三色遮瑕盘 它真的很便宜 但是也确实是很润 而且遮瑕力度比较高 把这三个颜色混合成一个 比你的皮肤本身还要暗一度的颜色 然后在你眼下就是黑眼圈 其实最下面的位置上两道 用手指轻轻的把它按压着晕开 越靠近你眼睛的位置 遮瑕得越薄 看一下两边的对比就非常大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粉底 我选的还是这个阿玛尼的蓝标 底妆部分我分享的第一个小技巧 就是开始无限减少你底妆的用量 直接给你们框子 就像我这种脸比较大的一泵粉底 也是顶天的用量了 而且我大概只会用一泵的三分之二的量 如果你的脸比较小 那么一颗黄豆大小 足够你用完全脸了 因为我最近跟好几个化妆师学到的 最大的一个底妆技巧 就是底妆精进 只用来均匀肤色 上底妆的方法就是 虽然你现在挤满了一泵的粉底液 但是你要在手背上面拿手指把它护开 然后薄薄的在手指上粘一点点 再薄薄的粘到你的脸上 然后用美妆蛋把它按压着拍开 我建议大家是用打湿的美妆蛋 把底妆给拍两遍 确保说这个底妆是已经牢牢的 铺在你的脸上面 不会让你看到很明显的粉质感 其实做到这一步 你会发现配合上这个妆前 你整个皮肤的质感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其实你肯定会问 哎呀我还是能看到很多瑕疵 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不用管 我们等一下会解决 下一步就是塑形脸部轮廓 也就是高光和修容 如果说你本身脸型很完美的话 那我接下来用的这个方式 可能你就不太需要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脸部上有很多需要修饰的东西 那就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 首先我用到的高光是毛哥平的高光膏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蛮适合我们东方女生的 一般那种珠光的高光 上脸只会让你觉得哇好亮 可是它起不到一个修饰脸型的作用 珠光高光它其实只能锦上添花 但它不能雪中送炭 所以我最近塑形的时候 就一定会用到这种高重的高光 对着镜子正面观察自己 在面部凹陷的地方刷上高光 像我的话就是在眼下 太阳穴 法令纹 还有嘴角的地方 用刷子刷完之后呢 再用它附增的这个海绵粉铺 把它按压开 然后修容呢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就直接在你的外轮廓 轻轻的扫上一圈 像我的话就是 颧骨和下颧骨的地方有一点突出 哦真的好惨 我发现大家都有的优点 我没有大家都有的圈点 我全有 就在脸色少量多次刷上一层粉状的修容 让你的整个脸性显得流畅 好看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第一步的定妆 这一步的定妆 那是指定眉毛和眼睛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就等到其他的妆化完之后再定 这样子滚动式的轻轻的把散粉拍上去 其实只要做到就是保证你眉毛和眼皮的地方 比较干爽 方便你后面上妆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画其他部位的彩妆 包含眉毛啊眼睛啊还有唇部 这三步不是我们今天重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 好的 现在妆容化完之后呢 脸上不是还有很多的那种小瑕疵吗 我们现在开始遮瑕 我以往的遮瑕方式可能就是会在斑点 或者镀印这种瑕疵的部位 整片的刷上遮瑕膏 然后再在上面去盖粉底 但是这样子盖出来是一定会很厚的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遮瑕盖的太厚 它反而会容易位移导致脱妆 推荐你们用的是这种像牙签一样小的刷子 其实这个刷子它也不是遮瑕刷 它是买东西送的赠品 我其实也搞不清楚这个刷子到底是拿来干嘛的 但我发现很多专业的化妆师 会用这种尖尖的细细的刷子来上遮瑕 这个方法呢 是先用这个遮瑕刷 把遮瑕点涂在你的瑕疵上面 然后再用棉签 把这块遮瑕的边缘给它晕染开 这样就会让你的遮瑕有一个很高的遮瑕力 同时边界又非常的自然 要有耐心这样一颗一颗的搞 它就跟我们日常修涂的时候用那个擦除笔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你们知道把遮瑕调整在化妆的这一步 有个非常大的好处 日常的时候遮瑕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 就你每次非常仔细的把瑕疵给遮干净 可是你后续上修容 上高光 上腮红 再上定妆 这几层东西一刷上去 很容易就把你的遮瑕又给刷没了 如果你们把遮瑕放在这一步 而且一点的方式去化它 你会发现 之前那些烦恼全没有了 好的很 就这样有耐心的一个一个把你的瑕疵 配合上棉棒全部遮完之后呢 最后一个小小小就是我看之前张雨琪的化妆师 杭岳老师化妆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法 就你脸上多少可能会有几个瑕疵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凸起的痘痘 或者是真的像我这种颜色很深的斑 你可能用一般的遮瑕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遮掉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点成质 就地取材直接用我刚才用的这个遮瑕的尖头刷 我个人建议的点质的最好的工具 还是眉膏或者是眼线膏这类膏状的东西 我试过用眼线液笔直接点 如果说你技术不是很好的话点出来真的挺不自然的 直接站上这个Anastasia的眉膏 然后在这种比较严重的斑和痘印的地方点个两三颗质 发现脸上有了这种质的对比之后 反而会显得你的皮肤和底妆特别的干净 真的是太心机了 一般这个质点完都会建议你们拿上底妆的海绵带 稍微在上面铺一点点粉 让它显得会自然一点点 好 这一步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在遮瑕过的部位局部的定妆啦 也是一样稍微拍一点点散粉上去 看有没有稍微调整一下手法 感觉遮瑕整个就是事半功倍 以前的时候就盖再厚的遮瑕 都可能会在化妆最后一步的时候 它就脱妆了 但今天的话只用非常少量的遮瑕 就会显得你整个人的皮肤又干净又透亮 这就是这次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瑕疵皮透亮底妆教程 强烈安宁你们尝试一下 化完之后你真的会对着镜子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评论节目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